女生到了25岁的时候 真的要开始学习一下断捨的衣服 我们家高品质的精简生活了 以前我也很爱买淘宝的 还有那些高阶品牌 什么一两百块钱的衣服 但每次买回来 你会发现好像他们拍完照以后 你就不会再穿了 搬家的时候呢 也是这一类一次性的衣物 真对我 一大堆九块九包容买回来的东西 你可能放在那一年到头 都不会拆脚 所以直到我最近搬家 要换房子嘛 我就信了一大堆拉自己后 我才发现 生活上的方方面面 真的需要少而精 这才是王道 这次来给你们分享一下 我这次断舍离的一些小经验吧 首先第一步 好好地去整理 清洁一下你们的家 两年以上没穿的衣服 旧的不合脚的鞋 冰箱里早就过期的素食产品 它很久很久都没有用的调料 以及一些过期 或者是买来不合适的护肤品 这些都赶快给我清理一波 这一段杀的东西越多越杂越乱 越会影响你自己的一些能量磁场 整洁干净的家 住者才会更加有舒适感 别别着急时间扔好 穿一些贵一点的 还是可以怪怪 还是日养啥的 便宜一些的呢 可以去卖卖回收 总之呢 就先给自己清理一个 干净整洁舒适的家出来 其次就是 总理一下自己的朋友社交圈 跟过去的人 说拜拜 我们已经分手了 续两年了全任了 你说你要早点走去的话 说不定你都已经换两个高大 我有某种腹肌的了 还每天盯着那个龙酱种做肾啊 还有那些总是吃朋友亏的姐妹 早就跟你们说了 要随会读书 随会读书 咱就听不进去呢 朋友的精不在多 你看这些每天换一拨圈玩的 真出事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是能帮上她的 人不如去花时间 花精力去维系一眼个 真能知底的 随时都能用得上你的朋友 方便女孩一定得明白 不管是家人也好 朋友也罢 每个人都值得 陪你走过人生的某一段路 所以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这些过去的 不要意义到人身上了 现在立刻打开你们的朋友圈 删除掉这些垃圾门 垃圾就应该待在垃圾桶里 把不重要的东西捆出去 才能让有价值的东西进来 第二个就是改变形态 比如往极简化 有时候我们活得不快乐 并不是因为我们拥有的太少 而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太多了 就比如说物欲不剩 我们看到什么都想要买 什么东西都想要了 时间久了以后 你家里跟外呢 全部都没了嘛 所以这么多物欲理性的去消费 你买之前呢 问问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个东西 不知道你由日要不要买的东西 通通的不要买 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 不平断舍力 还有交易过剩的朋友 花太多的时间在纠结一些 从小的事情上 不要该不该去做 会不会做错 导致无限的自我内耗 其实你有这功夫 就直接开始行动了 把自己的关注点 放在这些很重要的事情上 牢牢的给我记住这几句话 无能为力的是 当作命中无人人 当作心中烦育执念 当你多去做做节目吧 今后人生才会更顺畅 赶快行动起来 清理一下你们的家 清理一下过去的那些烦躁不开心 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情 心态去拥抱美好的未来吧 爱你们哦 拜拜